在50顆球之後就把 貨幣換下來的原因 中間方向的一個飛球 又是一個NICE PLAY超美技啊 天歌的天王 這就是棒球場 他有時候對他這來說會比較無奈啊 是 真的都有辦法把他給接進去 但陳盛比的交流對他來講 我想也是一種鼓勵 我又是林凱文 希望463的董會 兩屆的二雷金手套林凱文 今天鋼龍宵夜可能要請全餐了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前一打擊是一隻安打 這個打擊二雷手讀下去 把球攔截住之後要傳一雷 哇 這是一個NICE PLAY 這球可惜了 打的一定是相當的精采 但李凱威這一球的防守 非常的夠水準 我開了外挖之後 這一路的戰績也越來越好 哇 這個反守是要考驗張正宇 哇 NICE PLAY 哇 這是大聯盟級的身手了 其實林凱這一棒眼看 就應該是要安打了 是 被攔截之後 這個距離這麼遠啊 而且穿的還是沒那麼低直接倒 然後重心失去平衡 都做了一個翻滾 是 哇 過來了 來看到張正宇接到之後 哇 一壘來甩 哇 哇 六星美技啊 張正宇 郭炎文 What a NICE PLAY 喔 厲害這個 哇 今天不只江坤宇啊 張正宇告訴大家 這馬票也可以投給我 這個 哇 這球真的難度太高了 所以這等於說他會產生他的壓 這個威力出現 再來一顆拉打到有幾方 張正宇撲到了之後 要趕快傳一壘 哇 NICE PLAY 這球其實林洪玉掌握得很好 不過張正宇處理得更好 也幫助許洛西抓到這個半決第一個出局數 對 真的是成長很多 打得很好之外 林洪玉今年還減肥 速度應該會更快 但是張正宇這個撲傳 一氣呵成 打擊輪到陳綠秀 跟這個變化球的節奏 打在了中阻半邊 撲下去 結果球在手套裡頭 喔 王順和精采的撲接 王順和這顆美技 我想本週前五應該排得到 哇 陳綠秀 擔到二壘之後還有點錯二 因為不確定這個球到底是先碰到地上還是被接起來 不過看到二壘神的手勢是沒有問題的 王順和是有趕在球落益前 用飛撲把球給收進手套裡頭 喔 半過程 敵球出棒 帶到了右半邊 深遠的飛球 張宥嘉到了警戒去跳起來 哇 張宥嘉 What a nice catch 直接把球給收進了手套 用超美技幫助王偉忠 化解了危機 休息一下 再回到五天五棒球場 直球進來 許提鴻一棒帶到了中外野的深處 來看一下郭天信跳起來 哇齁 天哥 郭天信 哇 這真的是不要命的美技防守 但接到球之後 頭直接撞在了護欄上 郭天信用美技來幫助李超化解危機 我們再看一次 球是接近手套沒錯 但是他的 哇 左手跟頭部直接撞到了護欄上 應該是後 我覺得是後來下來這一下 哇 撞到後腦勺了 是變化球 這次會鎖定 打到了中間房價 郭天信 這一次的判斷就沒問題了 往斜後方的飛撲 又是一個Nice catch 其實真的好漂亮 今天看到龍隊的外野手滿場悲奔 對 這一次喔 除了判斷正確之外 他的運動能力真的強 剛剛可能有聽到鄭廖恩說 王順和這個球的辦法進本週五大 但這顆肯定進前三 你看他移動的距離 跟他移動的速度 這顆球確實真的是漂亮 我是台肥戰神雷蒙恩 TBBL 鎖定MOMO TV 一起All Eyes on Us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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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